从空中鸟看,新竹市的头前溪沿岸设置了许多修气设施,包括垒球场、篮球场、足球场、宽广的场地,满足了许多运动爱好者的需求。 而到了南辽渔岗,还可以衔接渔林天梯、亲子沙滩,往南还可以再接17公里海岸线脚踏车路线,整个微笑水岸串连起海岸,就是一条完整的修气廊带。 最近这些建设获得全球卓越建设奖的肯定,让新竹市的建设站上国际舞台。 那今年新竹市政府总共获得14项的国家卓越建设奖,那其中渔人码头的计划获得综合成就奖,那整个微笑水岸这个计划去参加全球卓越建设奖, 得到银奖的一个殊荣,那刚完工的像动物园,是获得今年艺术文化类的卓越奖的荣誉。 那这个能够得这些奖,其实是除了感谢这个评审团的肯定以外,也要谢谢我们市府的同仁,还有所有的设计团队跟施工团队的一个共同的努力。 比方说新竹市南辽渔港的渔林天梯,其实就是过去的防波题,但市府把它做成片状,有如渔林排列一样,除了保持它的功能性以外,民众更可以坐在上面看海看夕阳,渔林天梯也成为南辽一个新兴的景点。 那这里面有一些巧思,比如说我们用渔港清淤的泥土来去填,本来我们港区跟水岸之间有一个大概五公尺坑的堤坊,那现在那个堤坊我们就用清淤泥土把它填平,它做一个大的草坡,一个斜坡,所以我们只要走到斜坡,然后阶梯下去之后就可以跟水岸有接触,拉近人跟水的距离。 以前是因为堤坊在,所以看不到水的,那现在可以这样子走,把它轻轻水,那因为我们用的那个小波块,是用那种阶梯型的小波块,跟传统的不太一样,所以也意外造成大家喜欢去打卡,那也帮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渔林天梯。 新竹市近年来的城市建设都希望融入美学概念,而且兼具建筑的功能性与权方位,除了微笑水岸获得国际肯定以外,新竹市总共还有14个公共建设项目,也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。 凯布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。